新北市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修正案三读通过 新北市政府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针对莱猪问题宣示将以立法全面保护 要求业者清楚标示 以及加强稽查三项政策 坚守新北的实案防线 新北市政府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宣示要以防堵三计阻决莱克多巴胺 新北市高炳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黄正传 在记者会上表明将权利配合政策 除了在店内张贴猪肉原料原产地标示外 并自主标示所使用之猪肉制品 是我含有莱克多巴胺 让消费者能够安心选择 新北市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修正案 在议会三读通过瘦肉金零检出 而为了让消费者更安心 新北市进一步要求使用进口猪肉的餐饮店家 必须透过检验确认 标出不含莱克多巴胺的资讯 市长侯友宜强调 会以立法全面保护 要求业者清除标示 并且加强稽查 建立起新北的食安防护网 身为新北市 我也是响应 总统要让民众一目了然 所以我们新北市在食安知识条例里面 我就给他规定了 就照规定来 这九大列别的业者 就把莱克多巴胺标示清楚 让民众一目了然 市长侯友宜表示 总统蔡英文说要让民众选择 在这样的前提下 新北市现在是让民众有更清楚明了的选择 所以将联合卫生局 社会局 交易局等七局处 成立实案联合鸡查小组 加强肉品来源鸡查和抽验 同时感谢九大列别 餐饮店家主动标示 让民众可以更加安心 这九家 这个列别的业者代表 都站出来 愿意在食材登录里面 标示清楚 同时我们的检验公司 也自动降价 愿意配合来检验 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从110年1月1号起 依照新北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 公告页别需在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 揭露猪肉及原料原产地 是否含有莱克多巴胺 以及上传相关检验报告 或来源证明等事项 并且在营业处所公开揭露 如果未依规定 最终可处以10万元的罚还 记者杨邦友 早方起新北市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邦友